在新年代时代 传统的燃油车型似乎在升量和消费者的关注程度上都小了很多 而各家车企在产品的改款或者是换代时 也都出现了一点点躺平的心态 那更多的精力似乎都放到了自家的新年车型上 但现在有这么一款纯燃油车型 它的中期改款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就是我旁边那台东风标指新508L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肉眼可见 这台车变得更加的运动化了 尤其是整个前面的中网是采用这种无边界的设计 那可能会有一些网友觉得说 这台车在设计上和我们国产品牌的某款车型是比较相似的 那这里我不做过多的解释 你可以去查一查东风标志新4008 采用无边界的这种设计是在哪一年 而那个品牌是在哪一年 总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那其次就是在于这台车所采用的这种前脸之后 营造出来的态势还是非常的低趴宽体且凶狠的 这是因为它整个前脸的线条 包括整个切线的处理非常的得当 而关键是在于左右两侧 是有这种日间形成的类似于失找的造型 所以说这台车从远处一看 你依旧能一眼就辨识出 这是一台标志的产品 而整个侧面的线条也是这台508L一直以来非常漂亮优美的地方 车辆的内饰设计啊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508L的优势所在 而这一次中期改款的车型 它在整个车内的智能化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尤其是在车机系统方面 它也是采用了目前最新的一套系统 那里面的功能性包括系统的UI设计 还有它的流畅性都有了非常不错的表现 那目前它的智能化绝对是达到了一个主流的水准 那唯独比较遗憾的是在手机互联层面 它并不能支持苹果的CarPlay功能 那其次呢就是在于这台车它的Adars功能啊 那这一次试驾我们有很长途的这种高速路况 那它的整个加车辅助系统 我觉得在使用感受上还是很棒的 虽然可能在功能性的先进程度上 并不是特别的耀眼 但它能够把最基础最常用的 像是全速域的自信巡航功能 车道居住保持功能 给完成的非常的完美 让你使用起来能够大大的降低驾驶的疲劳感 在如今啊 不论是SCV还是轿车的产品系列 似乎舒适大空间和智能化配置 以及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才是比较有噱头能够吸引用户的点 过于的去钻研提升驾驶质感 机械素质似乎会被当做无用功 因为消费者真的很少会为机械素质而买单 但新508L和其他车型还是不一样啊 它依旧在坚守着法系车对于驾驶质感的追求 那首先是在于它的底盘 前麦夫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挂 而且呢它的后悬挂结构很特殊啊 是采用了45度斜质的一个后减震器 并且呢是采用了大量的铝合金材质 那带来的研究是整台车非常的贴地 再加上这台车的坐姿囤点也很低 所以驾驭起来是能够给人非常充裕的信心的 而且呢它的悬挂也是侧倾很小的那种非常的紧实 即使是有侧倾啊 你会发现它的重心侧倾点是在大概B柱这个位置 并不栽头 这是因为即使它是一台横置的前驱车型 但它依旧把配重比做到了接近50比50 你要知道对于这么一台前驱车型 这需要大量的工程调教 另外呢就是整台车的悬挂 它会能够让你感觉到路面上的信息 同时在走烂路的时候又不会传递出太强烈的冲击感 那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还是挺美妙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 而在动力系统方面 这台车采用的是1.8T 匹配爱信的8AT变动性 211马力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怨言的 绝对的性能 平顺性 燃油 经济性都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那说了这么多优势的地方 这台新508L就没有什么不足之数吗 当然肯定还是有的 首先作为一台中型车 它的后排空间算不上特别宽裕 其次呢就是东风标志的品牌 目前不管是从销量上来讲 还是说从用户心中的影响力来讲 都处在了历史中比较低迷的一个阶段 那为什么对于这台车我还是非常的喜欢 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特点足够的明显 在如今那种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时代 产品的同质化都非常的严重 而这台新508它还依旧保持着法系车非常独有的设计及架控方面的特点 并且这些特点还进行了一定的放大 所以在这个同质化的时代 它就会显得更加的突出和弥足珍贵 而且呢其实今天标志厂家的朋友也跟我们去透露说 未来在标志的5系车上可能就会成为纯电或者说混动的车型 因此这台新508L可能就是在标志5系车中最后一台纯燃油的车型 因此对于喜欢燃油车的朋友 这台新508L它可能不会是在20万元以内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绝对是那个值得让你去试一试的产品 因为这样的车型我觉得值得我们去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